这只牛魔王竟然和一群狮子私混在一起 再仔细一看 原来是狮群把他给包围了 野牛大哥以一笛多也丝毫不慌 甚至还给狮子们展示了自己的绝招原地打风车 把狮子们甩得头晕眼花 也不知道野牛大哥面对狮群的已多欺少 还能不能成功突围 野牛大哥今天约了隔壁小美出去约会 他把约会地点定在了小树林中 两只牛的感情更是迅速升温 不过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 野牛大哥不依不舍地和小美告了别 准备各回各家吃午饭 然而让野牛大哥想不到的是 自己来的时候那么顺利 回家的时候却有些晕头转向 分不清四周的方向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刚刚的快乐冲昏了头脑 迷路的野牛大哥横冲直撞 终于在小树林中找到了一个出口 他开开心心地跑了出去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出口外面竟然是狮群的领地 野牛大哥瞬间愣在人眼 而狮群也对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有些意外 野牛大哥知道自己走错了地方 主动认怂想要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然而狮子们的反应也很迅速 看来野牛大哥费尽千辛万苦 只为给他们送一顿牛肉外面 既然来都来了 狮子们依然没有不接受的道理 他们瞬间就把野牛大哥围在了中间 十分热情地邀请他进屋坐坐 野牛大哥此时也是欲哭无泪 自己只是出来约个会 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野牛大哥和隔壁小美刚学完会 转脸就撞上了狮群 实在是太不巧了 野牛大哥为了活下去 不得不硬着头皮迎战 也不知道刚刚纵意过度的野牛大哥还有没有力气 不得不说 野牛大哥也太惨了 狮子们看到野牛大哥不为所动 只能软得不行来硬的 他们直接就扑了上去 打算吃一顿牛肉此身 不过野牛大哥也没有那么容易认命 他不停地晃动自己的身体 试图阻止狮子的攻击 不过既然战斗已经开始了 狮子就没有主动认怂的道理 他们仗着自己的数量多 打敌野牛大哥手忙脚乱 其中一只狮子趁机跳到了野牛大哥的背上 直接把他当成了座妻 野牛大哥费尽了千辛万苦 才把他从身上甩下去 本以为自己能够和狮群来一个正面交放 没想到狮群中的母狮十分不讲武德 趁机咬住了野牛大哥的尾巴 身体上的疼痛 让野牛差点跪了下去 不过野牛大哥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 即便是四条腿都在颤抖 依旧没有认输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母狮竟然这么残忍 硬生生把他的尾巴咬了下来 此时的野牛大哥浑身是血 不过只要能够活下去 失去一条尾巴也不是什么大事 不过狮子们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死死地咬住野牛大哥的尾巴骨不松开 此时野牛大哥内心十分慌张 又无法顾及到自己的身后 在高度紧张状态中 野牛大哥知道是时候使出自己的绝招了 刚刚和隔壁小美撕换完的野牛大哥 下一秒就被狮群给包围了 真是事事难料 不过野牛大哥也不是好惹的 面对这么多狮子的围攻 他依旧沉着冷静 要是能从狮群口中逃生 他以后就能凭这次的应用事迹 吸引更多的一切 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野牛大哥实在是无法忍受屁股上的疼痛 为了能够把狮子甩下去 他终于使出了自己的绝招 360度原地打转 像是一个巨大的风车 终于把狮子甩了下去 然而狮群依旧没有放弃 他们改用车轮战的战术 希望能够把野牛大哥的体力消耗完 这一多七少的战术真是不讲武德 虽然野牛大哥刚刚确实有些纵意过多 不过为了活命 他还是一只咬牙坚持着 终于一只母狮跑到了他的面前 野牛大哥找准机会 直接把母狮顶飞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受伤的母狮躺在地上 很久都没有缓过来 狮群中的其他狮子 看到自己的同伴受伤 一时间也有些不敢上前 趁狮群不注意的功夫 野牛大哥准备趁机逃跑 眼看到嘴的牛肉外脉又要飞走了 狮群又想发动攻击 奈何野牛大哥的眼神太犀利 吓得狮子们再也不敢上前 野牛大哥快去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这场打斗持续了三个小时 终于结束了 能够在狮群包围中活下来 他可真是太幸运了 看来野牛大哥以后和小美约会的时候 又能吹噱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